好,等一下的人進來 有,有人啦 好,大家好,各位同學長,大家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好,謝謝 好,來,我幫她進去 不要吃電腦 因為南北選成立太一式園 一個腳一式園 其實屋裡最早的時候是南館也有學 北館也有學 比例也會叫做淡水南北選 那現在的話就是學北館這樣子 現在就專門給大家 那其實淡水在外面是南北選好多 大家出動有多少人? 大概接到那兩百人 兩百人?真的假的? 那為什麼這麼多年輕人 來我們tank一下 各位南北選的年輕朋友 真的都是年輕人 很開心 小編很開心看到 今天就要一起來分享這個傳統的五花 然後產生這個傳統的港幣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我們來介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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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北館在用的大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那個北館它是怎樣的樂器 跟這個南北選擇 樂器做動的就是兩百人 而且人間的時間都很厲害 那邊來介紹一下 我們來介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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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咱們的東北是一台 這裡 已經刺激了 這咱們在國這邊吃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件旗子呢,這個叫做頭旗,還有叫做陶旗 陶旗就是代表一個縣車的招牌 所以你是不會放在這些面子嗎? 對,這個是在這些面子,然後上面會印縣車的這個 在南北宣創立一百週年的時候呢,有辦一個一百週年的慶典 那就是有落盡在淡水這邊,還有演出子弟信 那,就我所說的就是,那是南北宣的面子嗎? 如果我這一看的話,那是大學的面子嗎? 附近的一個大專院校有來支援嗎? 對,都是附近的大專院校 那是南京學校的嗎? 有北益大,也有淡江大學,對,很多大學 所以大家都是自發心的來支援,也是參與的一個面子 看到一個百年的選手,但是裡面的那些 不管是選手啊,還是幫忙的製作員 其實都是... 親人,大學生,研究生,看了心裡會覺得很感動 在這個地方,有大家一起傳承 然後呢,陳鴻學長他本身是北益大傳音系的碩士生好不好? 高材生,所以今天可以聽到他演奏也是大家大飽耳福 然後如果有來淡水大拜拜的呢,請來南北學 我們走第幾隊呢?小編,第二隊第二隊 大家可以來第二隊找那個陳鴻學長還有小編玩水 三號喔 又三號,好的 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北廣會使用那種濾氣 好,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是什麼呢? 學長可以跟我們介紹介紹嗎? 這個都是木雕的,這個叫做花蘭古駕 花蘭古駕 所以這個也很有歷史了吧,這做大概多久的時間 這個也大概接近要百年的歷史了 對 那我在上面看到了有三個骨分別是什麼 這樣這個呢,我們先看這個好了 這個叫做鴻垢 鴻垢 對,鴻垢,它是指揮 指揮 對,就是我們整個北館這個樂隊的指揮 就是這一顆鴻垢 所以說打鴻垢的人 它等於是這個隊伍的指揮就對了 像交響樂的指揮 對,沒錯 所以打這個備份要最高是嗎? 對,非常重要 那鴻垢旁邊這個是什麼? 這個叫做 鴻垢瓣 鴻垢瓣 鴻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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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目的就是在打節拍的 對 所以基本上站在這個位置的人 它就是指揮整個演奏的曲目 走向就對了 速度 速度快慢 對 那對面呢 對面是副指揮嗎? 我可以這樣理解嗎? 對面 我們這個指揮我們可以叫做 陶鴻垢 那我們在這顆叫做通骨 也可以叫做李鴻 李鴻 李鴻 對 就是 這個它是負責加花的 加花是什麼呢? 加花就是像 因為我們指揮就是只能打 打出一些比較有拍子的這個節奏 那就是要比較有這個變化性的呢 就交給這個李手 所以李手他就是 他主要是主旋詛咒 那他要可以加上一些變化就對了 他是控制節拍 然後他是負責就是增加變化這樣 那所以先 如果也要做 要打這個位置 要先在那個位置嗎 還是說不一定 不一定啦 看個人的學習程度 那為什麼李手要有兩個鼓呢 兩個鼓是有不一樣的用意嗎 還是說其實都是差不多加給他加花用的 他其實 最早的話就是只有 啪咒跟童咒這兩顆鼓 然後後面因為為了要增加那個氣勢 所以才會加入這顆 啪咒 扁鼓 好 小編複習一下 這是啪咒 童咒 對 啪咒 對 這個咧 我忘記這個咧 孔仔 孔仔 基本上這是打擊月的部分 就是打擊月 骨的部分是這樣子 那還有用到其他打擊月的部分嗎 因為現在月手現在目前都在休息吃飯中 那還會用到什麼打擊類的呢 可以跟我們介紹嗎 我們剛剛有看到大鑼嘛 對大鑼 對還有大鑼 然後後面還有那個曹 曹 曹啊 曹啊 我們可以 有曹啊可以讓我們看看嗎 有在前面 好 曹啊 曹啊在哪裡呢 啊在這裡這裡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曹啊 對 曹啊 曹啊 所以只有這一種嗎 還有其他的嗎 還有 這個 這個叫做造秀操 小操 曹 給大家聽不看 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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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爪 我要找一下 因為現在夜首都休息 所以我們找一下 這個叫做香爪 我們來試一下聲音給大家 所以有 香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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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爪的中文是什麼 香爪 然後大樓 那還有什麼 就是屬於金屬類的打擊樂器 打擊樂我們就是 在北館吹索納曲牌的 基本上就是用到這幾種 然後配合後面的我們的 那後面索納大概 會有規定說索納要有幾隻嗎 索納沒有一定 沒有一定 那通常 一隻也可以 一隻也可以 對 然後好幾隻也可以 我們今天出幾隻 我們今天出幾隻其實我也沒有算 等一下大家看隊伍編織 就知道南北宣今天200人 真的是沒有在開玩笑 那我們介紹一下今天的將軍好了 因為我看到今天的將軍有 三四對嗎 我們先過去看一下 今天南北宣除了 他們有出將軍之外呢 還有 不是 出北館之外還有出將軍 講返了 不好意思 因為現場有一點 比較擁擠一點 攝影師小心喔 我們今天的將軍有 我們今天的將軍 好 我們來看看 我們有出這個七爺還有八爺 謝將軍跟范將軍 對 謝將軍跟范將軍 好 那謝將軍范將軍後面的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文判官 還有武判官 對 文的就是比較斯文 武的就是比較威武 我覺得文判官長得有一點像我們總幹事啊 哈哈哈哈 有像有像 有像我們總幹事 那我們今天除了 北館將軍之外 我們還有出將 我們來看一下 將軍裡面 好 是誰人 是什麼神明 是何方神聖呢 這是南北宣的神教 對 我們那個攝影師可以 可以到這裡嗎 可以 可以進來 對 大家獨家直擊喔 你沒有來淡水 我們也可以帶 我們也帶你來直擊一下 裡面是做誰呢 學長跟我們介紹一下吧 我們中間是我們南北宣的主神 西勤王爺 西勤王爺 那為什麼南北宣是供奉西勤王爺呢 西勤王爺的話就是 我們這個北館戲曲的守護神 對 然後 一般的話就是 北館會分成新路跟舊路 兩個派系 那 新路的話 一般都是拜田杜元帥 那舊路的話就是 供奉西勤王爺 那新路跟舊路的差別是什麼呢 好 新路舊路呢就是 這個 我們舊路的話就是 比較早 就是來到台灣的 對 所以我們南北宣是屬於舊路 我們南北宣的話是新舊路都學 新舊路都學 對 就是很多元的意思 對 好 除了西勤王爺之外還有 還有我們的文判官武判官嗎 對 文判官武判官在後面 然後還有我們的 七爺八爺 七爺八爺 所以就是前面的將軍 大長軍 那個大長軍 那個大長的 的化身 的神尊 就在這裡面 對 因為他們是屬於西勤王爺的 步將的概念 可以這樣理解嗎 對 那我看到南北宣很多年輕人 就是加入啊 如果現在有朋友想要加入 南北宣學北館的話 是 可以透過什麼方式 聯繫你們呢 我們 學北館的話 我們現在那個 臉書 Facebook 有我們的粉絲專頁 那搜尋淡水南北宣就可以找到了 請按讚加追蹤好不好 淡水南北宣 然後呢那個 學 不知道學北館有什麼禁忌 還是需要遵守的 學北館 我們現在就是完全都沒有禁忌 以前呢 以前學北館有什麼 以前學北館會比較多 就是男生來學啦 女生的話就是比較不行這樣 比較不行 但是現在這個 就是已經沒有這個規定了 對 好 那等一下 我們現在是休息時間 那跟大家實況轉播 等一下 大概休息過後 大概什麼時候呢小編 現在幾點 四點半 四點半 大概五點嗎 五點 大概五點到五點半左右呢 南北宣會在淡水捷運站前面這一邊做一個表演對吧 學長 對 好 那等一下做表演的時候 歡迎大家大概五點到五點半 你現在出發網淡水時間都還來得及 那希望你下捷運的時候就可以看到南北宣精采的演出 然後今天跟明天是淡水大拜拜 今天是暗訪 明天是遶境 對明天是正日 是 然後今天是暗訪 所以今天主要其實應該是四點出發對不對 我們的隊伍其實四點出發 然後會到比較晚的時間 那剛才有跟大家直播就是我們的老三咒 他去安安四方的這個儀式畫面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會跟著南北宣他到各個領點去表演的時候呢 我們會幫大家做直播 讓大家 你如果沒有辦法來的話也可以一睹南北宣的風采 然後呢 很多人對我們念衣服很有興趣 來來來 這衣服是什麼意思呢學長 那我們先看到這個字齁 這個字就是我們的北館的樂譜 就是公辭譜 對 它叫做怎麼念呢 就是這樣 相切公幻流 相切公幻流 就斗人迷法收的意思嗎 沒錯 所以是用中文字來表達斗人迷法收的意思 對 這叫公辭 公辭 公辭 那這一位呢 這一位是誰呢 這一位是我們這個江維 將軍 那他是在天水關裡面的一位將軍 天水關是什麼呢 天水關是北館的戲曲 在那個搬演三國故事 喔 所以是北館戲曲裡面的一個角色 然後把它放出來 質地戲 喔 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穿的這個衣服 它其實也融合了北館的精髓跟文化脈 還落在裡面 好 剛才呢 有人看到 其實我剛才那個在拍安四方的時候 就有很多民眾一直讀我背後的字 來 學長跟大家介紹一下這背後是什麼意思 好來 首先我們看到背後這三個字叫淡水 南北線 然後再來就是淡水 淫神 至聖 就是介紹這個淡水五月五月初六啊 然後我們的路線圖啊 會經過哪裡 這個是日誌時期的報紙的這個內容 對 我們把它印在衣服上面 所以其實南北軒他 他做的這個衣服啊 不管是前面還是後面 他都是融合北館的精髓跟整個大水大拜拜 他的文化脈絡在裡面 所以呢 各位如果你有來淡水化看到穿這件衣服的人呢 就是淡水南北軒的人 你可以好好讀一讀他的衣服 然後聽說這個衣服也是 南北軒的總幹事自己設計的吧 對 AKA文判官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要表演囉 然後等一下表演的時候 我們會跟大家做直播 那希望今天的直播大家會喜歡 然後先預告一下 我們呢 待會會請到簡友慶老師 跟我們講一下淡水大拜拜的文化脈絡 那先這樣囉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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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觀眾朋友 等等 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考慎 好